豆腐这样做保证让你多吃两碗大米饭 大家好 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辣椒炒豆腐的家常做法 外焦里嫩鲜辣入味 下酒又下饭 这个菜在饭店要卖58一份 在家做成本也就几块钱 饭店做的为什么好看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块半斤八两的老豆腐 用老豆腐做这道菜味道香 成型好看 不易碎 切成厚厚的薄片 稍微切厚一点 这样吃着更加有口感 外酥里嫩 切好后放入盆中 再准备一毛钱的五花肉 先切成粗粗的细丝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颗粒 这个主要是给豆腐增加鲜香味 当然就不喜欢吃肉的也可以不放 切好放入盆中 再准备线椒一个小米辣两个 提升辣味搭配颜色 这个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适量的增加和减少 但是我个人觉得多放点吃着更加的过瘾 非常的下饭 切好放入盆中 再准备大蒜子两颗 先拍破 然后再剁成蒜泥 稍微剁细一点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出蒜香味 剁好放入盆中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先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冒烟 再放入菜籽油适量 用菜籽油做这道菜 味道香颜色黄亮好看 把锅像这样转一下也叫润锅 再放入适量的盐 防止煎豆腐的时候粘锅 油温烧至五成热 保持中火 下入豆腐 煎豆腐油温要稍微高一点 这样成型好看 而且焦香味浓 下锅后先静止五秒钟左右 然后再晃动锅底让起受热均匀 以免煎至大概需要一分半钟左右 煎出香味 再翻面煎另一面 这个翻过的动作比较危险 家庭操作主要是用筷子或者是铲子 慢慢的翻过来就可以了 翻面也是先静止五秒钟左右 再晃动锅底让起受热均匀 保持中火煎至一分钟左右 煎至焦黄出香味 承认这样的效果 然后就到处控油 豆腐先通过煎制再来烧或者是炒 成型不易碎而且还更容易入味 锅中留少许的油 保持中火下入切好的肉丁 炒出香味 炒出肉里边多余的水分 炒至肉丁表面微黄出油脂 接着下入蒜末便炒出香味 炒香后烹入一瓶鲜酱油适量 提味提鲜又增加黄亮的颜色 炒至少许的料酒去形增香 蚝油适量增加鲜味 少许的老抽上颜色 让菜品看起来更加的黄亮有食欲 保持中小火把酱汁酱料炒出香味 接着下入适量的清水或者是鲜汤 保持大火烧开后 炒至一分钟让各种鲜香味融合 接着下入煎好的豆腐 保持中火炖至一分钟左右 让豆腐更加的入味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白糖火味提鲜 半少的鸡精味精 放动锅底用勺子稍微多推动下 让味道更均匀 接着倒入切好的线椒和小米辣 喜欢吃辣的这个线椒和小米辣 可以提前扁炒下 稍后放入来可以减少很多的辣味 下锅后翻炒均匀 炒至大概十秒钟左右 不要炒的太久 会影响鲜亮的颜色 炒至辣椒稍微发软 接着用水淀粉搁搁搁薄芡 让菜品吃起来更加的芭味 而且颜色还鲜亮好看 大火快速翻炒几下 炒出锅器 炒出香味 炒至至干亮油 即可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外乡理论 保证让你多吃两碗饭的辣椒炒豆腐就做好了 跟到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